原标题 菩提老祖为何着急赶走孙悟空 地府的生死部或许碍仓玄机 玩时看西游991期在西游记的故事中 孙悟空因为败入菩提老祖门下 修得针线 这才在后面的无数困难和磨难中挺了过来 如果问孙悟空最应该感谢的人是谁 想必他的答案一定不是如来佛和唐僧观金等人 而是菩提老祖 菩提老祖在西游记的故事中 虽然出场非常少 但重要性绝对是非常大的 只不过他在开场的时候 就悄然展示了自己强大的一面 让我们一点察觉都没有 也就一直认为 菩提老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角色 其实不然 他改变了孙悟空的人生之路 也主导了三界的变化 我们能看到孙悟空大发神威 在花果山大战中一战成名 有了三界仙魔两界皆知的齐天大圣名头 大闹天宫这件只有萧雄才能做出的事 更是让诸多妖怪羡慕不已 甚至有个别妖怪为了抬高自己 也虚称自己曾经也有过大闹天宫 是于是真是假 当然只有他自己心中清楚了 言归正传 孙悟空有了后来的诸多成就 当然是菩提老祖的功劳 有一个细节很关键 那就是孙悟空这个名字 不是天生就有的 也不是如来佛或者观音汲取的 而是菩提老祖 在见到孙悟空第一面的时候 就赠给了孙悟空 当时孙悟空还是一只 什么都不懂的小猴子 在他心中只有一个执念 或者说梦想 那就是习的长生不老之术 这样就不用担心在花果山玩耍的某一天 被阎王爷给带去地府了 他或许很久之后才能明白 菩提老祖给他取名字 其实就是在告诉他 从今往后就是一家人了 既然是一家人 为何孙悟空刚刚学有所成 菩提老祖就非常着急的 将孙悟空赶出来了呢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 难道说 孙悟空表现不好 真的是因为太吵闹 打扰了菩提老祖修行 所以就被赶走了 当然是不可能的 毕竟菩提老祖的心境 不至于如此低 那么 菩提老祖赶走孙悟空 就是始初有阴厉 从后文来看 孙悟空回到花果山 在经历了击败混世魔王 夺取金箍棒 以及震慑群妖之后 紧跟而来的 便是大闹地腐化 要生死不了 似乎没有给孙悟空 一丝一毫的喘息时间 这样的一个故事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菩提老祖着急赶走孙悟空 或许 他就知晓生死不上 孙悟空的阳寿将至 不能再脱胎了 所以赶回来 将孙悟空给赶走 又或许 地府所发生的 只是菩提老祖布置的一场戏 按照如来佛的话来说 孙悟空不在五行之中 跳出三界之外 是天生的阳的时候 怎么会存在于生死不上呢 地府的生死不 或许正暗藏了玄机 玉皇大帝 为何要让杨俭 清扫花过山上的侯群 就是不想让孙悟空 看破这一切 那就是地府只是一场戏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